算是一個工程師這樣子 然後今天想要講那個 就是一個之前參加親民台歌活動 然後發起一個小計畫 然後叫做我不難過好工作讓你好開心 那這個想說這個來源是因為就是 PTT上面不少的文章就寫 我很難過很難過 然後點進去都是跟工作相關的 然後像其中一天就是五家公司有四家 就提到他去面試五家公司 然後就有四家都沒有勞健保 有三家都心事都不合格 那明明就有勞基法 但是勞基法在這個情況好像形同虛設 那我們就想要解決大家心情的問題 讓大家不要就是一直是好像是在做功德這樣子 然後那我們想要做什麼 就是勞基法其實是保障勞工權益最低的底線 可是在這裡又好像形同虛設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做一些東西 可以督促政府以及建築勞基法的狀況 那怎麼做呢 我們希望透過有就是一個面試 備忘錄的APP或網頁介面 那求職者就拿著這個介面 就是問在面試的時候 就可以問雇主說上面會列出 就是相關勞基法相關問題 那他在上面每問一個題目 就可以針對相關問題 就點選那個結果 然後注記完結果之後 他就按個上傳就可以讓大家知道 大家知道那個工作的情況 就可以上傳到網路上面 然後預期說這樣子做可以讓社會 性情人個人有導動權益意識 然後並且適度我們可以適度揭發一些 稍微違法公司這樣子 然後我們現在目前有列出這些問題 這樣就是都是勞基法的基本問題 然後現在有資人幾乎就只有我工程師 然後另外這個有一個視覺的設計 就是像這個投影片還有後面的介面 就是他設計的 然後只是目前還有看到很多挑戰要解 對啊 那比較重要是最後一個就是 本人外務繁多 所以這其實是兩年前我做的一個計畫 所以拖到現在 對 然後目前就是一個小小介面 然後還希望有那個後台伺服器可以收集 那個大家送出的資料這樣子 好 界面設計大概是這樣子 那我做一個簡單的demo 然後如果你手機來看的話 大概就會是這樣子 然後你就點選那個面試幫手 好 然後我面試的是公讀 我就會列出那個就是有 就是這些問題 那我面試的時候就是打開這手機 就打開這手機就一題一題 可以問那個你的雇主這樣子 那你在這裡提的公司之後 譬如說我就問戶主說 我那個請問這個公司有沒有保養健保 有 好 那有沒有勞退 沒有 那我就直接點一下 他就會註記 然後每週公司是多少 然後每月加班公司是多少小時 欸 五十四小時好 好 等等的 然後註記完之後 就是你問題都問完 你就等於說 你把那個勞基法 基本的條件都問完了 就可以知道說這家公司到底好公司 還是不好公司 然後最後呢 就會按個提交 送交給我們 我們就得到一筆資料 這樣子 欸 就這樣 好 那就大概這樣 那希望就是 有些人可以幫助我們 對 好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